卷四 第十章 山姆怀斯大人的选择 弗洛多仰面躺在地上 那怪物俯身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牺牲品 丝毫没有留意山姆跟她的喊声 直到她奔到眼前 而山姆飞奔过来时 只见弗洛多已被蛛丝从肩膀到脚踝缠了个结实 那怪物正开始用粗大的前腿半提半拉 要把她的身体拖走 那把精灵宝剑已经从弗洛多手中落下 派不上用场 却仍在她近侧的地上闪闪发亮 山姆没去细想该怎么办 也没去想自己永不勇敢 忠不忠心 是不是怒气天鹰 她大喊一声纵身上前 左手一把抄起她家少爷的剑 然后就冲了上去 即便是在野兽的野蛮世界里 也不曾见过如此凶猛的攻击 那些只长着小小牙齿 却孤注一掷的小动物 竟会奋不顾身 扑上那威然屹立在倒下的同伴身旁 拥有尖角和厚皮的巨兽 山姆小小的怒吼 仿佛把西洛布从一个沾沾自喜的梦中惊醒 她将可怕恶毒的目光慢慢转过来 扫向了山姆 但这次向她袭来的愤怒 超过她在过去无数岁月中见识过的愤怒 而她刚刚意识到这一点 雪亮的剑就已经砍中了她的脚 卸下了一只钩爪 山姆一个剑步击近 跃进她拱起的腿间 右手又闪电般往上 猛地刺向她低下的头上那束眼睛 一只巨眼瞎了 现在这倒霉的小家伙就在她正下方 一时之间 她的毒刺和钩爪都够不着她 她硕大的肚腹就在她头顶上 发着腐烂的光 散发出的恶臭几乎将山姆熏倒 但愤怒仍支撑着她又挥出了一击 就在西洛布压向她 把她和她那小小的鱼蛹 全都压垮之前 山姆又挥着雪亮的精灵宝剑 狠命披中了西洛布 然而西洛布不像恶龙 她除了眼睛 全身没有相对脆弱的罩门 她的陈年老皮 因基辅而满是凹凸不平的坑挖割的 但邪恶的生长 不断把她从内部 一层又一层地加厚 宝剑在这厚皮上划开了一条可怕的口子 但任何人类的力量 都不能刺穿那丑陋的重重厚皮 纵使那钢铁的剑刃 是由精灵或矮人打造 使剑的是贝伦或图灵的手 也奈何不了她 她吃了这一剑 不由得一退 但随即在山姆的头顶上 高高提起硕大的肚腹 毒液冒着泡沫从伤口流出来 她张开腿 再次将自己那巨大的体积压向山姆 然而她快速地反击失算了 因为山姆仍然稳稳站着 她抛下自己的剑 双手握着精灵宝剑 剑尖向上竖起 要挡开这可怕的压顶一击 于是西洛布在自身残酷意念的驱使下 以超过任何勇士之手 所能施展的千军之力 将自己压向了那锋利的剑尖 她越刺越深 越刺越深 而山姆也慢慢被压向了地面 在西洛布整个漫长邪恶的一生里 她连做梦也不曾尝到这样剧烈的痛楚 无论是古时刚夺最英勇强悍的战士 还是落入陷阱的最野蛮道客 都不曾这样抵抗她 也不曾以刀剑伤害她宝贵的肉体 她浑身一针颤抖 再次提起身子 挣脱那刺痛她的根源 腿脚静挛着缩到身下 猛力向后跃开 山姆跪倒在弗洛德头边 被臭气熏得头昏眼花 双手却仍紧握剑柄 透过眼前的重重武器 她模糊地变出了弗洛德的脸 顽固挣扎着控制自己 把自己拖出那阵笼罩在身上的晕血 她慢慢抬起头来 看见西洛布就在几步之外 正盯着她看 西洛布会上沾着毒唾沫 受伤的眼睛 低下一行绿色绸液 她巨浮在那里 颤抖的杜妇摊在地上 巨大的腿弓都在瑟瑟发抖 她正在聚集力气 要再次跃起 这次她要一举压碎遮死对方 而不是小遮一下 注入毒液 让美食停止挣扎 这次她要屠杀 然后撕碎 山姆也扶在地上看着她 从她眼中看出了自己死到临头 就在这时 一个念头出现在山姆脑海中 仿佛有个遥远的声音在说话 她左手伸到胸前摸索 找到了她要找的 在这恐怖的幻影世界里 她所触及的这个东西 冰冷 坚硬 可靠 正是加拉德瑞尔的水晶瓶 加拉德瑞尔 她虚弱地说 接着她听见了一些 遥远却清晰的声音 那是精灵披着星光 从夏尔的亲切树影下 经过时发出的呼喊 还有在埃尔隆德之家的火焰厅中 透入她睡梦中的精灵音乐 他的口舌随即摆脱了束缚 他的声音喊出了一种 自己并不懂得的语言 吉尔松涅尔 埃尔贝瑞斯 您从天上您望 我在死亡暗影下 向您祈求 永恒纯洁的您 照看我 她这样喊着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感觉自己又成了 汉姆法斯特之子 霍比特人 山姆怀斯 来吧 你这肮脏货 她喊道 你伤了我家少爷 你这畜生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没有敢陆布家 当我们要先把你解决了再说 来啊 再来尝尝她的厉害 她不屈不挠的精神 仿佛触发了强大的潜力 她手中的水晶瓶 突然像白质的火炬一样 大放光明 如同一颗 从苍穹中跃下的星 以势不可挡的光亮 烧化了黑暗的空气 过去从来没有这样 自天而降的恐怖光雁 烧着过西洛布的脸 道道光芒 直透入她受伤的头 啄出难以忍受的剧痛 而且这可怕的光 感染了她 从一只眼睛 扩散到另一只 她仰跌在地 前脚朝天乱舞 她头疼欲裂 势力被迁入体内的强光摧毁 于是她扭开受伤的头 滚到一旁 开始一爪接一爪地 慢慢爬向后方 黑暗峭壁上的洞口 山姆逼上前去 像个醉汉一样 头昏眼花 但她仍然逼上前去 西洛布 终于胆怯了 承认了挫败 她缩成一团 抽搐颤抖着 试图尽快从她面前逃走 她爬到了洞口 挤进去 只留下一道黄绿色的黏液 就在她滑进洞时 山姆还对着她拖叶的腿 挥出了最后一箭 然后山姆也瘫倒在地 西洛布逃走了 此后她久久窝在巢穴里 带着怨毒与痛苦 在漫长的黑暗年岁中 从内部调养她的伤 重新养好她的那束眼睛 直到饿得要死时 才再次出动 在阴影山脉的山谷中 布下可怕的罗网 但那一切 这个故事都不再提及 山姆被撇下不管了 当不提齐名之地的黄昏 降临这处战场时 她精疲力竭地 爬回到她家少爷身边 少爷 亲爱的少爷 她叫着 但是弗洛多没有回答 先前当弗洛多 热切地朝前狂奔 为获得自由欣喜若狂使 西洛布以可怕的速度 从后面追上来 飞快遮中了她的景象 这时她躺在地上 脸色苍白 听不见声音 一动也不动 少爷 亲爱的少爷 山姆又叫 她聆听着 经过了一段冗长的等待 然而一片寂静 毫无反应 于是 她以最快的速度 割断那些绑腹的蛛丝 把头趴到弗洛多的胸口 又凑到弗洛多的嘴边 可她找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甚至没感觉到 最轻微的一丝心跳 她不停揉搓她的手脚 抚摸她的额头 但是她家少爷的手脚额头 全都冰冷依旧 弗洛多 弗洛多先生 她喊道 别把我一个人撇在这里啊 是你的山姆在叫你 千万别去了 我没法跟去的地方 醒醒啊 弗洛多先生 醒醒啊 弗洛多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醒醒啊 接着 汹涌的愤怒淹没了她 她大怒之下 绕着她家少爷的身子狂奔 对着空中挥剑乱刺 又劈砍岩石 大吼叫阵 但很快 她就恢复了神志 俯身查看弗洛多的脸 那张脸在暮色中 显得苍白如指 默的 她眼前浮现出 在罗瑞恩时 加拉德瑞尔的水镜 向她揭示的那幅景象 一脸苍白的弗洛多 躺在巨大的黑色峭壁下沉睡 或者说 当时她以为那是沉睡 她死了 她说 不是睡着了 是死了 这话一出口 就仿佛话语 令毒液又起了作用 她觉得那张脸的脸色 变得一片铁青 彻底的绝望笼罩了山姆 她拉上灰色的东帽盖住头 曲起身子扶到地上 内心一片昏黑 她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那阵晕眩终于过去 山姆抬起头来 发现周围已是一片阴暗 她不知道时间 拖沓着过去了多久 是几分钟 还是几个钟头 她仍在同样的地方 她家少爷仍躺在她旁边 死了 群山未崩 大地以为坍塌毁灭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她自言自语 我陪她走了这么远的路 到头来 就是一场空吗 然后她想起了他们的旅程刚开始时 她曾经亲口说过的话 尽管当时并不明白 但是到头来 我有事要做 我必须做到底 少爷 你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我能做什么 总不能丢下死了的弗洛德先生 扑石山顶 自己回家去 还是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她重复着 有那么片刻 疑虑和惧怕 使她动摇了 继续往前走 我必须得这么做吗 把她丢在这里 终于 她开始哭泣 她来到弗洛德身边 将她的身体摆好 将她冰冷的手 胶叠摆在胸前 再用她的斗篷 将她裹好 然后她将自己的剑 以及法拉米尔 所赠的手杖 摆在遗体的两旁 我要是继续往前走的话 就必须带惹你的剑 她说 弗洛德先生 请求您允许 但我会把我这把剑 摆在你身边 就像它在谷中里 陪在老光身边一样 你还有那件 老比尔博先生 给你的漂亮的 秘银锁子甲做伴 至于你的星光水晶瓶 弗洛德先生 你确实把她借给我了 而我也需要她 因为从今以后 我会一直陷在黑暗里头了 她太有价值了 我不配拿 而且她是夫人送给你的 但我想 她也许会理解的 你理解吗 弗洛德先生 我一定得继续往前走 但是她没法走 她还舍不得 她跪下来 握着弗洛德的手 怎么也无法放开 时间流逝 她仍跪在那里 握着她家少爷的手 内心不断斗争着 现在 她又努力找到 能将自己硬生生拉开 踏上孤独旅程的力量 为了复仇 只要她能够上路 她的愤怒 将会使她踏遍世间所有的路 穷追不舍 直到最后逮到她 咕噜 然后 咕噜就得在一个角落里避命 但那不是她当初出发时要做的事 离开她家少爷去做这样的事 是不值得的 那不会使她死而复生 做什么都不会 他们不如就一起死了吧 然而即便如此 那也将是孤独的旅程 她看着雪亮的渐渐 她想到了身后那几处漆黑的悬崖 空荡荡地坠落到虚无当中 可是自尽 也不是出路 那么做毫无意义 甚至连悲伤哀悼都撑不上 那不是她当初出发时要做的事 那我现在该做什么 她再次喊道 但此刻她似乎确知了那个艰难的答案了 做到底 另一趟孤单的旅程 还是最糟糕的一趟 她仍然胆怯未缩 但决心在增长 什么 我从她那里举走摩剑 当时会议把她交给了她呀 但是答案马上就出现了 但是会议也给她派了同伴 好让任务不至于失败 而你是整个远征队中最后一个成员了 任务一定不能失败 我真希望我不是最后一个 她深引道 我真希望老甘道夫还是别的哪个人能在这里 为什么要剩下我一个人来做决定 我肯定会弄出差错的 不该由我带着摩剑 自告费用上路 但是你没有自告费用 你是被迫费用 说到既不正确又不妥当的人选 你可能要说 弗洛多先生也不是 比尔博先生也不是 他们都不是选择去自告费用的 好吧 我必须自己下定决心 我会下定决心的 可是我肯定会弄出差错的 山姆甘姆吉根本就是这好人啊 现在让我想想 如果我们在这里被发现了 或者弗洛多先生被发现了 而那个东西还在他身上 那么大敌就得到他了 我们也就全都完蛋了 罗仁 幽谷 还有夏儿 全都完了 现在可没时间浪费 要不就全完蛋了 大战已经开始 极有可能所有的事 都已经趁了大敌的心 没机会带着他回去 听听建议 或是得到准许了 不 要么坐在这里 等他们来把我杀死在少爷身边 然后得到他 要么就是拿了他上路 他深深吸了口气 那就拿了他 就这样 他俯下身 极其轻柔地 解开弗洛多颈上的别针 将手伸进弗洛多的上衣里 然后他用另一只手 托起弗洛多的头 亲吻那冰冷的前额 再轻轻地将那条项链 拉过头脸摘下来 然后将头放回原处安歇 那张僵硬的脸上 没有丝毫变化 山姆健壮 终于确信 弗洛多真的抛下了任务 真的死了 这比其他任何迹象 都更能让他信服 再见 我亲爱的少爷 他喃喃道 请原谅你的山姆 等活干完 他会回到这个地方来 如果他有办法回来的话 然后 他就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你静静安息吧 直到我回来 但愿没有任何肮脏的生物 靠近你 如果夫人能听见 必须给我一个愿望 我但愿自己能回来 再找到你 再见 然后他低下自己的头 戴上了项链 立刻 魔戒的重量 把他的头 坠扯地直垂到地 简直就像挂上了一块巨石 不过 慢慢地 重量似乎开始减轻 不然就是他体内 生出了新的力量 他抬起了头 接着 奋力站了起来 发现自己 能承受着这个重担行走 他将水晶瓶高举了片刻 低头看着他家少爷 那光 这是燃的温存 放出宛柔下夜里 木星的柔和光辉 弗洛多的面容 在这光辉中 又显得光泽美好了 虽然苍白 却带着精灵之美 仿佛一个 早已脱离了阴影的人 山姆怀着痛苦的安慰 最后看了一眼 转过身 藏起那光 跌跌撞撞地 走进越来越浓的黑暗中 他不需要走很远 隧道在后方某处 爱口就在前方两百码处 或许都不到两百码 小静在暮色中依稀可见 一条由经年累月的 来来往往踏出来的身折 此刻沿着一道长沟 缓缓上行 两边都是峭壁 沟迅速变窄 山姆很快就来到 长长一段宽而浅的石阶前 现在 奥克的塔楼就在正上方 阴森黑暗 里面有一只红眼在发光 他现在隐蔽在塔楼底下的 漆黑阴影中 向石阶顶端爬去 终于 进了爱口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不停地对自己这么说 但他其实没有 尽管他已经在竭尽全力考虑周到 但他正在做的事 跟他的本性格格不入 我是不是做错了 他喃喃道 我到底该怎么做 爱口两侧的陡峭山壁 逐渐向他逼近 在抵达真正的山顶之前 在最终看见小静 降入那片不提其名之地之前 他转过身来 有那么片刻 他怀着不堪忍受的怀疑 一动不动地往回望着 在聚拢的昏暗中 他仍然看得见 像个小五点一样的隧道口 他觉得自己看得见 或猜得到弗洛多躺在哪里 当他凝视着自己 整个人生分崩离析的 那处岩石高地时 幻想那边地面上 有一小团微光 但那也可能 只是泪眼在欺骗他 要是我的愿望 我那唯一的一个愿望 能实现就好了 他叹道 回去找到他 最后 他还是转身 面对前方的路 走了几步 这是他这辈子 走得最不情愿 也最沉重的几步路 只有几步路 现在只要再走几步路 他就会开始往下走 就永远不会再见到 那处高地了 突然间 他听见了喊叫和说话声 他顿时将立如实 奥克的声音 他们在他后方 也在他前方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和粗牙的吼叫声 奥克正从远的一边 也许是从塔楼的某个入口 爬上爱口来 背后也有沉重的脚步声 和呼吓声 他急转过身 看见火把小小的红光 在下方一闪一闪的 他们正从隧道里出来 追捕终于开始了 塔楼中的红眼没有下 他被逮到了 现在 摇曳明灭的火把越来越近 前方钢铁撞击的叮当响 也越来越近 他们转眼之间 就会来到山顶 逮住他 他花了太长的时间 下定决心 现在大事不好了 他要怎么逃过一劫 怎么救下自己 或怎么救下魔戒 魔戒 他没有意识到 任何想法或决定 只是发现自己 拉出了链子 把魔戒 拿在了手上 奥克队伍的领头 出现在他前面的爱口了 就在这时 他戴上了他 世界变了 仅仅片刻的时间 也被尝入一个中头的思绪填满 他立刻察觉到自己的听觉变得敏锐 与此同时 视力却变得模糊 但和在西洛布的巢穴里是不同 周遭的所有事物 这时不是变黑暗 而是变模糊 他置身在一个灰蒙蒙的世界里 独自一人 像一块金石的小小黑石 而沉甸甸踏在左手上的魔戒 像一圈灼烫的黄金 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隐形的 反而独特惊人的显眼 并且 他知道在某处 有一只魔眼正在搜寻他 他听见了岩石裂开的声音 听见了远处蘑菇尔山谷中流水的泥南 他还听见了下方深处的岩石底下 西洛布那强烈的痛苦 他在摸索 迷失在了某处黑暗通道里 还有塔楼地牢里的各种声音 奥克从隧道中出来时发出的呼喝声 以及面前那些奥克刺耳的喧哗 和笨重的脚步声 在他耳中轰隆作响 震耳欲聋 他缩身贴住了峭壁 然而他们列队上来时 就像一对幽灵 迷雾中扭曲的一群灰影 只不过是手中握着苍白火把的恐怖幻影 随后 他们从他身旁过去了 他畏缩着想要偷偷离开 躲进某个列系里藏起来 他聆听着 从隧道出来的奥克 和这些下去的奥克 发现了彼此 双方这会儿都加快了脚步 大呼小叫 他清楚听见了双方的声音 并且懂得他们说的话 也许魔戒让他能够理解不同的语言 或仅仅是给了他理解的能力 尤其是理解他的制造者锁龙的爪牙 这样他只要留心就能听懂 并将含义翻译给自己知道 魔戒接近了他的铸造之地 力量确实大增 但他没赋予一样东西 就是勇气 山姆此时仍一心只想藏起来 潜伏到一切都风平浪静在说 他焦急地聆听着 分辨不出那些声音离他多近 只觉得那些话简直是贴着他耳边说的 愿愿 哥大哥 你在这上面干啥 已经打够仗了你 奉命了 你个蠢货 你又在干啥 杀格拉特 在那边藏匿了 想下来打一架 命令是给你的 但这个爱口由我指挥 所以说话客气点 你有啥要报告的 没有 一声大叫 打断了两位头领的互相问候 底下的那群奥客 突然看见了什么东西 他们开始奔跑 上面这群也一样 喂喂 这里有个东西 就躺在路上 奸细是个奸细 号角呜呜咆哮起来 各种叫嚣 嘈杂大作 山姆猛然一礼 摆脱胆怯的情绪清醒过来 他们发现他家少爷了 他们会做什么 他所听过的有关奥客的故事 令他毛骨悚然 那绝不能忍受 他跳起来 将任务和他所有的决定 全抛到九霄云外 同时抛掉的 还有恐惧和疑虑 这时 他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该在哪里 以及一直在哪里 在他家少爷身边 尽管他并不清楚 自己在那里又能怎样 他往回奔下时间 奔下小径 朝弗洛多跑去 他们有多少人 他想着 从塔里至少下来了三四十个 我猜从底下出来的 还要多得多 他们抓住我之前 我能杀掉多少 我只要一拔剑 他们马上就会看见这剑的光 然后迟早会逮住我 我怀疑会不会有任何歌谣 提到这事 山姆怀斯 怎么在高碍口倒下 让敌人的尸体 在他家少爷四周 堆成一圈高墙 不 不会有歌谣的 当然不会 因为魔界会被找到 于是就再也没有歌谣了 可我没办法 我的位置 是在弗洛多先生旁边 埃尔隆德和玉惠诸位 那些睿智的大人们和夫人们 他们一定要理解 他们的计划出了差错 我做不了他们的持戟人 没有弗洛多先生就不行 但是奥克们 现在已经走出了 他模糊的视野 他一时没时间考虑自己 但现在他意识到 自己已经累了 累到几乎筋疲力竭的地步 他的两条腿 不肯照他希望的那样快跑 他速度太慢了 小镜像有好几里长似的 他们在迷雾中都走哪儿去了 他们又出现了 仍在前面相当远的地方 一大圈人影 团团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东西 还有一些似乎在东奔西跑 就像狗一样 挽着腰追踪一道痕迹 他试图鼓起劲来猛冲 上啊山母 他说 不然你又要太迟了 他松开剑鞘中的剑 下一刻他就会拔剑 然后 那边又是一阵 奸笑和狂笑的疯狂喧嚣 与此同时 有个东西被抬离了地面 然后有个声音吼道 现在开路 朝近道 回地下大门去 从所有的痕迹来看 今晚他不会朝我们麻烦了 一整帮的奥克身影开始移动 中间有四个奥克 将一具尸体高抬在肩膀上 他们带走了弗洛多的遗体 他们走掉了 山母追不上他们 但他还是努力穷追不舍 奥克到了隧道口 正在走进去 那些抬人的先走 后头的则拉扯推撞 闹成一团 山母追上去 他拔出剑来 颤抖的手握着一道蓝色光焰 但是他们没看见他 就在他喘着气追上来时 他们的最后一个同伙 也走进黑洞口中 消失了 有那么天刻 山母站在那里 捂着胸口喘个不停 然后 他抬起一袖抹了把脸 抹去污渍 汗水和泪水 这帮 该死的 混蛋 他说 追着他们 冲进了黑暗里 他觉得 隧道不再那么黑了 感觉到像从薄雾 走到浓雾中 他感到越来越疲惫 一直 却反而越来越坚定 他觉得自己 看得见火把的光 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不远处 但无论他怎么追 就是追不上他们 奥克在隧道中走得很快 而且他们熟悉这里的隧道 尽管有西洛布的威胁 他们还是被迫 经常使用这套隧道 因为它是从死城 翻越山脉的最快通路 他们并不知道 主隧道和大圆坑 是在多么遥远的年代里挖掘成的 西洛布又是从多久以前 就盘踞在此 但他们自己又在两边绕着主道 挖掘了很多岔道 以电来来往往 为主人办事的时候 能躲开那个巢穴 今晚他们并不打算往里头走远 而是急着要找一条岔道 回到峭壁上的监视塔楼 他们大多数都很高兴 为找到与看见的东西 欣喜不已 边跑边照他们那个种族的习惯 几里咕噜说个不停 抱怨连连 山姆听见了他们嘶哑的嘈杂声音 在死寂的空气中 显得既死板又粗硬 而在所有的声音当中 它能分辨出两个声音 这两个声音比较大 离它也比较近 这两只挡羽的头领 似乎走在队伍的最后 并且边走边争论不休 你就不能叫你那帮猪裸 别这么大声嚷嚷 沙格拉特 一个声音发着牢骚 我们可不想招来西洛布 攻击我们 你就说的 哥巴克 吵闹声咋办是你那伙人弄出来的 另一个说 哗 就让伙计们乐了吧 我估计暂时不用担心西洛布 看来它是坐到一根钉子上了 我们也用不着为了这个痛苦流天 你没看见吗 地上那团热心东西 一路拖回到它那该死的鸡脚盖拉里 我们要能闭嘴一次 早就闭嘴一百次了 所以就让它们乐趣吧 再说我们终于撞上了点好运气 拿到鲁格布尔兹咬的东西了 鲁格布尔兹咬它 你想它是啥 我看它像精灵那类的货色 不过小了点 那样的东西有啥危险的 只要等我们看了才知道 这么说 它们没告诉你要找啥 它们才不会把知道的事 都告诉我们 对吧 连一半都不说 但是它们会犯错 连大头它们都会 去 沙格拉特 沙格拉特压低了声音 这一来 连听力变得异常敏锐的山姆 也只是勉强听得到她的话 它们可能会犯错 但它们到处都有耳目 有些就在我那伙人里头 全知道是谁 但毫无疑问 它们正为什么是烦仇呢 找你的说法 底下那些那子骨儿就愁烦得很 有个脖子也是 有什么事差点出了岔子 你说差点 格巴格说 好了 沙格拉特说 这事待会儿再说 先等我们下到地道里 底下有个地方 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到时候 两个瓜子们先走 过了一会儿 山姆便见火把消失了 接着 传来一阵隆隆响声 然而他刚加快脚步 就砰地撞上了东西 他只能猜测 奥克们转了个弯 进了那个弗洛多 跟他试过要走 却发现堵住了的开口 他现在还是堵上的 这里似乎有块巨石挡道 但是奥克们 不知怎的通过了 因为他能听见 另一边传来他们的声音 他们还在继续往前跑 越来越深入山中 跑回塔楼 山姆焦急万分 他们出于某种邪恶的企图 把他家少爷的尸体带走了 他却没法跟上 他对那块岩石 又推又点 又用身体去撞 可他纹丝不动 接着 在里面不远处 或者说 他认为不远的地方 他听见两个头领的声音 又聊起来 他站定听了一会儿 希望说不定 能得知一些有用的消息 也许那个看来属于 米纳斯魔鬼的 哥巴格会出来 到时 他就可以趁机溜进去了 不 我不知道 哥巴格的声音说 通常 消息传得比飞还快 不过我可不想知道 那都怎么办到的 最好别知道 哥 那些纳斯古尔让我浑身 起起几匹疙瘩 他们一叮嘱你 你就感觉好像 魂灵给拔出窍来 留在鬼界的黑暗中 冻得半死 但是他喜欢他们 这年头 他们是他的心肝宝贝 所以抱怨也没用 我跟你说 在底下那城里听柴 一点也不好玩 你该试试上这儿来 跟西洛布做吧 沙格拉特说 我倒想试试 哪个没有这两样东西的地方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打仗了 打完以后 日子可能会好过点 他们说 张打的警 分离 他们就会这么说 哥巴格发牢骚说 我们走着瞧 总之 仗要是真打好了 那就应该有的是地方了 你刚才说啥来着 我们要是有了机会 你我就溜了吧 咱带上几个可靠的伙计 溜到哪个有水多 又好混日子的地方 别再伺候那些大头头了 沙格拉特说 就跟过去的热的似的 就是 哥巴格说 但先别指望 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就像我说的 那些大头头 他压低了声音 几乎成了耳语 就算是嘴大的那个 都可能犯错 你说有什么事 差点出了岔子 而我说 有什么事已经出了岔子 我们最好小心点 每次都是可怜的乌鲁克 来收拾善后 却没人领情道谢 别忘了 敌人不喜欢我们 敌人不喜欢我们就跟不喜欢他一样 他们要是把他给做掉了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了 不过 先他眼前的 你是啥时候接到命令出来的 差不多一个钟头前 正好就是你看到我们之前 转了一个消息 大自国而不安 阶梯上恐怕有间隙 加强警戒 阶梯巡逻要到顶 万里克就来了 差劲的活计 哥巴格说 你瞧 据我所知 咱们那帮沉默的监视者 早在两天多以前就开始不安了 但是叫我这对人出去巡逻的命令 隔了一天才发出来 而且也没有任何消息 送到鲁格布尔兹去 这都是因为大信号打出来了 那自古尔之手出去打仗了 就是这一类的事 我听说 然后他们就有好一阵子 都没法让鲁格布尔兹留心这边 我猜 摸眼忙着关心别的地方呢 沙格拉特说 他们说西边正有大事 我敢说是有 格巴格愤愤的抱怨说 但那同时还有敌人爬上阶梯呀 而你又是干啥事的 不管有没有特别命令 你都该保持警戒的不是吗 你是干啥事的 够了 别打算教训我该怎么干 我的活儿 我们一直在十二万分警戒好吧 我们知道出了些古怪的事 可真古怪 对可真古怪 又是发光又是吼叫之类的 但是西洛布出动了 我的伙计们看见了他跟他鬼鬼祟祟的同伙 他鬼鬼祟祟的同伙 那是什么玩意儿 你肯定见过他 一个瘦小的黑家伙 他自己就像个蜘蛛 也许更像一只恶贬的青蛙 他以前来过这里 好几年前 他第一次从陆哥布尔子出来 上头有话 叫我们给他放行 从他以后 他上阶梯来过一两次 但我们没搭理他 他跟那位老夫人似乎有某种默契 我估计 他一点也不好吃 因为西洛布才不管上头说什么呢 但你们在山谷里 他真会警戒呀 他在这一大堆骚动的前一天就上来过 昨天傍晚我们就见过他 总之啊 我的伙计报告说 那位老夫人他可乐好着呢 我觉得这整个事都挺好的 直到传来消息 我以为他鬼鬼祟祟的同伙 给他带了门物来 要不就是你们给他送了个大礼 一个战俘之类的 他在门耍取乐时 我是不会去打扰他 西洛布初恋时 啥都逃不过 啥都逃不过 亏你说得出口 刚才在那边你没长眼睛看吗 我告诉你 我心里不踏实 不管爬到阶梯上来的是啥东西 他都通过了 他砍破了他的蜘蛛网 整个出了那个洞 这可值得好好琢磨一下 好吧 但他最后还是逮着他了不是吗 逮着他 逮着谁 这个小家伙 他要是唯一一个 他早就把他给拖回老巢去了 他现在也只会在那 假如路格布尔兹要他 那你就得去那把他弄出来 对你来说多好的一趟北拆啊 但来的不止一个 听到这里 山姆开始更专注地聆听 把耳朵撇到了岩石上 沙格拉特 是谁把他缠在他身上的蛛丝 给割开的 跟砍断蜘蛛网的是同一个 你难道就没发现吗 是谁赐了那位老夫人一针 我敢说是同一个 而他在哪 沙格拉特 他在哪啊 沙格拉特没回答 你要是有脑子最好戴上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过去从来没有人 能把西洛布刺上一针 从来没有 这一点你应该够清楚 虽说这倒也没啥不好 但是你想想吧 竟然有人在附近游荡 而且打从大包围以来 打从古老的坏年头以来 压根就没有哪个该死的反贼 比这人还危险 有什么事 已经出了岔子 到底是啥事 沙格拉特咆哮道 从所有的迹象来看 沙格拉特队长 我得说 有个大块头战士跑掉了 最有可能是个精灵 顶不计 也是个带着精灵宝剑的家伙 也许还带着斧头 还有 它是在你的地盘上跑掉的 而你根本没发现它 还真是古怪呀 格巴格吐了口谈 而山姆听着他所描述的自己 忍不住苦笑 好吧 你总是往糟糕了下 沙格拉特说 你爱这么解释那些迹象随便你 但他们也可能有别的解释 不管怎样 我已经在每个点都射了手兵 并且我打算一次只处理一件事 等我查看完这个 我们已经逮到的家伙 再去担心别的事好了 我猜 你在那个小家伙身上 找不到多少东西 格巴格说 他说不定跟真正的祸根 没什么关系 反正那个带着利剑的大家伙 似乎不把他当回事 就这么扔下他躺在那里 这是精灵惯用的伎俩 咱们走着瞧 现在来吧 咱们说够了 让我们瞧瞧俘虏去 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别忘了 是我先看见他的 要是有什么乐子 我跟我的伙计必须有份 好了好了 沙格拉特抱怨道 我要我的命令 维抗命令是会要我老命的 也会要你老命 守卫若是找到任何入侵者 都要关押在他楼里 囚犯要曝光 每样东西都要详细描述 衣服 武器 信件 戒指 小玩意儿 都要立刻送到路格布尔兹去 而且只能送到路格布尔兹去 囚犯必须安然无恙 好发无伤 若有哪个守卫胆敢违反 立刻处死 直到他派人来或他亲自来 这够清楚吧 并且这就是我打算做的事 曝光 哥巴格说 什么意思 牙齿 指甲 头发之类 全拔下来 不是 全不准当 我跟你说 他是要送去给路格布尔兹的 他得安全送去 好发无损 你会发现那可不容易 哥巴格大笑说 他现在只不过是一具尸体了 我猜不出路格布尔兹要拿一具尸体做什么 还不如把他下锅炖了 你个笨蛋 沙格拉特 沙格拉特咆哮道 关于刚才话说的那么聪明 不少别人差不多都知道的事 你反而不知道 你再不小心点 就给你被下锅 我送去温西洛布 尸体 你对那位老夫人就值那么点了解吗 当他用竹丝把猎物滚起来 他是打算想要再吃 他不吃死人的肉 也不吸冰冷的血 这家伙还没死呢 山姆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不由地抠紧了岩石 他感觉整个黑暗的世界都颠倒过来了 这绝大的打击令他差点晕过去 尽管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意识 他仍听得清内心深处的声音 你个笨蛋 他没死 你心里明明知道的 山姆怀思 别信你的脑袋 那才不是你身上最好用的一块 你的毛病就在于 你从来就没真抱过任何希望 现在可怎么办 他一时之间 什么也不能做 只能紧贴着闻丝不动的岩石聆听 聆听奥客们粗鄭的声音 沙格拉特说 他的毒也可不止一种 他独猎的时候 会就那么在猎物的脖子上轻轻折上一下 他们就会像踢了骨头的鱼一样弹掉 然后他就拿自己的法子慢慢享用 你还记得老乌弗沙克吗 我们好多天都找不到他 后来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他 他被吊起来 可神志清醒得很 还直等着人 把我们都笑死了 西洛布大概是把他忘了 但我们没碰他 他的事还是别插手为妙 这肮脏的小东西 再过几个钟头就会醒了 他免不了头归眼花不舒服一阵子 然后就该没事了 或者说鲁格布尔兹要是放过他的话 他就没事了 当然他还免不了想知道自己在哪 遇上了啥事 还有就是他会遇上啥事 格巴格大笑 我们要是干不了别的 总能跟他讲几个故事吧 我猜他从来没去过可爱的鲁格布尔兹 所以他可能想知道那边都有啥 这可比我想到的更好玩啊 我们走吧 我告诉你没啥可玩的 沙格拉特说 他一定要安全无恙 要不然咱俩都死定了 好吧 不过我要是你 就会在给鲁格布尔兹送去任何报告之前 先去逮住那个跑掉的大个子 要是报告说 你抓到猫子 却让大猫跑了 那听起来可不太妙 那两个声音要走远了 山姆听见脚步声渐渐减弱 他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这会儿正气得暴跳如雷 我把事情全搞砸了 他喊道 我就知道我会搞砸的 现在他们把他抓走了 该死的畜生 永远不要离开你家少爷 永远 永远 我这个规矩明明是对的 我心里明明知道 但愿我能获得饶术 现在 无论如何 我得回到他身边去 无论如何都要去 他又拔出剑来 用剑柄去敲打烟石 但只敲出了沉闷的响声 不过 宝剑现在发着灿亮的光 借着光 他可以隐约看见周围的景象 他惊讶地发现 这块巨大的石头 形状就像一座沉重的门 还不到他的两倍高 在门顶和洞口的低拱顶之间 有个黑乎乎的空档 大概这门只是为了阻挡西路部闯入 里面有门栓或弹簧什么的锁上 凭他的脚滑也够不到 山姆用仅存的余力往上跳 抓到了门顶 挣扎着攀了上去 再跳下去 然后他开始狂奔 手上的剑闪闪发光 他转了个弯 奔上一条弯弯曲曲的隧道 他家少爷还活着的消息 激发了他最后的力气 令他忘了疲惫 前方他什么也看不见 因为这条新通道 不停地变向转弯 但他觉得 自己正在追上那两个奥克 他们的声音又变近了 现在他们听来相当劲了 我就打算那么办 沙格拉特语调愤怒地说 直接把他滚到顶楼上去 为什么 格巴格咆哮道 你底下没有牢房吗 我跟你说 他不得受到任何伤害 沙格拉特打道 明白了 他很宝贝 我那些伙计我全信不过 你那些更不用提 而当你想找乐子 想疯了的时候 连你也考不住 你要是不文明点 他就只能去 我要他去的地方 而且是你不会去的地方 我说 滚到顶楼去 他在那里会很安全 他会吗 山姆说 你快忘了那个跑掉的 强壮又高大的精灵战士了 他一边说 一边奔过最后一个拐角 却只发现隧道或魔戒 赋予他的听力捉弄了他 他估错了距离 他现在看得见那两个奥克的身影了 他们还在前面相当远的地方 映着红光显得又黑又矮 这条通道终于变得笔直 是道向上的斜坡 斜坡尽头有两扇大厂的巨门 大概通往那座 形如高角的塔楼底下深处的石室 奥克们抬着东西已经穿过门进去了 哥巴格和沙格拉特正朝那道门走近 山姆听见一阵粗哑的歌声爆发出来 号角大响 罗声大作 一阵可怕的喧闹 哥巴格和沙格拉特已经走到了门槛处 山姆挥舞着刺钉大喊着 但是他小小的声音被那片喧哗吵淹没了 没有人注意到他 巨门轰然合拢 里面的铁栓咯一声拴上了 大门紧闭 山姆用力朝那面拴上的铜门板撞去 接着摔倒在地 失去了知觉 他躺在外面的黑暗中 弗洛多还活着 但落入了大敌之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